17. 新快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三網融合推廣方案在全國推動廣電、電信業務商向進入 2015年9月5日中國A14據新話社電 近日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三網融合推廣方案 以下簡稱方案 加快在全國全面推進三網融合、推動信息網絡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資源共享 方案提出六項工作目標 一是將廣電、電信業務商向進入擴大到全國範圍 並實質性開展工作 二是網絡承載和技術創新能力進一步提升 三是融合業務和網絡產業加快發展 四是科學有效的監管體制機制基本建立 五是安全保障能力顯著提高 六是信息消費快速增長 方案明確 一要在全國範圍推動廣電、電信業務商向進入 國省、區、市、結合當地實際確定業務開展地區 電信、廣電行業主管部門按照相關政策要求和業務審批權限開展業務許可審批 加快推動 集成播控平台與 傳書系統對接 加強行業監管 二要加快寬大網絡建設改造和統籌規劃 加快下一代廣播電視網 電信寬大網絡建設 繼續做好電信傳書網和廣播電視傳書網建設升級改造的統籌規劃 三要強化網絡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監管 完善網絡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管理體系 加強技術管理系統建設和動態管理 四要切實推動相關產業發展 加快推進新興業務發展 促進三網融合關鍵信息技術產品研發製造 營造健康有序的市場環境 建立適應三網融合的標準體系 方案確立了四項保障措施 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規 維廣電、電信業務商向進入提供法律保障 二是落實相關扶持政策 支持三網融合共性關鍵技術 產品的研發和產業化 推動業態創新 三是提高純色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水平 四是完善安全保障體系 加快建立健全監管平台